肉桂茶属于红茶嘛 一不是红茶 肉桂茶不是红茶 肉桂茶原产于武夷山地带 属于乌龙茶品种 由于其茶香与玉桂树的花香相近 也被称为玉桂 其茶叶颜色为褐色 表面带有白色斑点 茶汤颜色为黄色或红色 香味浓郁 二品种分类 肉桂茶香味可以分为两种 分别是清香型 浓香型 其中清香型肉桂茶的香味较为纯粹 且茶汤颜色偏黄 而浓香型肉桂茶的香味浓郁且持久 茶汤颜色多为金黄色 口感醇厚 三、养殖方法 养殖肉桂茶时 要反复对气打顶修剪 使植株的骨架生长粗壮 并在每年的秋季为肉桂茶 试入菜籽笔 容加肥以及有机肥 提高其生长速度 而且施肥是要注意 不能单一使用淡肥 以免降低茶叶的品质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